大家好,我是月影,欢迎收看本期观点下 近日世界首条仿生精砂,面向公众亮相 这个仿生精砂是仿生鱼的一种 那么仿生机器鱼长什么样,又有哪些应用 今天我们有请中科院自动化所客座研究员 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于俊志老师 带我们来了解一下 朱记者,您看仿生机器鱼模仿生物与类的外形 运动方式和感知能力 并将鱼类推进机力和机器人技术相结合 可以完成像针鱼一样的动作 以有推进效率高,集中性能好,噪音低的特性 机器鱼的运动非常牛活 它还能完成锡形的启动 而罗线将推进的前鱼器必须回软一个圆 现在我手里头拿的就是一条仿生机器鲨鱼 大家看它能够比较完美的模仿鲨鱼的形状 能够比较容易反省 而不会是对生物鱼类造成干扰 它的驱动、传感和动力装置都装在鱼的内部 它运动的时候也不会缠绕水槽 那余老师,从全球范围看 仿生机器鱼的研究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呢? 美国、欧洲、日本等起步较早 1994年,美国以金枪鱼为原型 研制了世界上第一种仿生机器鱼 中国的第一条仿生机器鱼 是北京航空航家大学和中科院自动化所 在2001年左右以中华鲤鱼为原型研制的 在我国,以中科院自动化所和北京大学 为代表的仿生机器鱼团队 近年来完成了机器海豚的首次跃距水面 机器鲨鱼的自主避障巡游 机器金杀的水下自主充电等 许多令人惊讶的动作和任务 那余老师,仿生机器鱼可以运用在哪些领域呢? 仿生机器鱼阴影很广化 在生物学研究领域 仿生机器鱼可以辅助生物学家来探索生物学的现象 在工程领域,作为新型水下移动机器人 仿生鱼在狭窄和危险的水下阀界中的水质监测 水下旧楼,水下考古,水下设备检修 迫射海洋生物,探测可燃病发展能源危机等方面 具有广泛的因应前景 此外,有的汽车公司也利用湘豚而告奏生产车型 海洋馆使用机器鱼替代珍稀野生鱼类一根观赏 那余老师,仿生机器鱼的研究呢 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 那未来还会在哪些领域拓展呢? 受限于材料学和驱动机构 目前,仿生机器鱼的运动性能与真实鱼类相比 还存在一定差距 包括长时水游速度,迅时爆发力等 其感知水平也相对有限 此外,海洋环境促整复杂 洋流干扰变化莫测 对于机器鱼系统的稳定性和智能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科学家们也在努力呼吁机器鱼以更好的智能性 让它们能够替代或者辅助人类去征服广袤无垠的大海 认识自然,学习自然,乃至超越自然 让我们利用自然的智慧 更好地为人类造福,迈向更美好的未来